那些年妈妈发现不了的迷你玩具 你被发现了吗 电子宠物 大事件 大事件 我拥有自己的宠物了 有宠物的人 已经不想他没宠物的人说话了 把他激活 我就是他妈妈了 今天养只小鸡 明天养只小狗 有空就留留他 缠缠巴巴 认真养他的程度不亚于我写作业 不然他一不小心就会隔屁 不完的时候就放在口袋里 我妈怎么会发现我的电子宠物呢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不过我忘了我妈有解体 穿了一天的衣服必须洗 我妈妈这个是衣服 完了完了完了 掌上迷宫 小小的 方便携带 我同学说这是十级难度的 我肯定不会玩 可不能瞧瞧我在迷宫界的实力啊 这是出口 让我的同学看看我的实力 我觉得我同学说的对 不完了 你你拼图 哇哇哇 这是我最爱的多拉A梦拼图 把它这样加在书中 连我自己都以为是笔记本呢 那时候就爱跟小伙伴们比赛 看谁最快拼好 所以我每次写完作业就爱导咕这个 到底是它太难了 还是我太笨了 怎么一直拼不好 不完了 你不好好写就业在玩什么 哦哦哦 我说就业太难了 差点被发现了 明米淡淡书 最近我看上了这本书 打开它就能翱翔在知识的海洋里 于是我拿了两块钱去小卖部 没想到吧 我真的买回来了 这是一本关于恐龙世界的书 当当当 看着霸王龙 火山岩浆 简直不要太霸气 于是我得意洋洋地告诉了我妈 结果换来了女子丹打 啊不对 我为什么要告诉我妈 掌上打地鼠 小时候去游乐场 看见打地鼠就走不开 十块钱玩一局实在是不过瘾 但是 你们知道它出迷你版了吗 简直是一个小游戏机 可可爱爱的小地鼠按键 音乐也好听 我想玩多少局就玩多少局 怎么老是听到游戏音乐声音啊 还有多种游戏模式 可不比外面的好玩多了 约上小伙伴就能一决胜负了 妈妈发现不了的六款迷你玩具 你们都玩过吗 喵 耶 我放本着就会说 我别看到的 哇 我放下 很转换来打你 我放下